近日,随着浙江省内各地防疫政策的调整优化,抓经济成为了首要任务。 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,在其优势领域,如外贸和物流等方面的表现如何呢? 记者首先来到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,从商家的供货端入手,了解情况。 浙江这边放开了之后,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客流量明显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加的。 我们有一些热卖款,我们都是大批量的备货,正常我们可能库存一般只有300到500,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都会备个几千。 然后我们新款也会更加勤快地出,就是有一些已经设计好的新款,我们会提早给它发布出来。 随着这个现在疫情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开放,订单明显增多很多,但是我们也在大量的备货,这个交货期也比较稳定。 我们单子这几天都在猛增。 我们囤货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往年的数量,比平时的话正常的在五倍左右。 像我们这些产品的话,一天大概能做个一万多个,一个月的话也就几十万个。 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供不应求,因为这个季节性在这里。 好多元旦、圣诞,马上又是中国的这个春节,因为春节我们会放假,大量的这个,不管电商还是现象,他们都会备一些货,迎接这个节日的到来。 同时,记者也走访了当地的物流企业。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,随着浙江疫情防控的减码,进港、出港的货物量也有了明显提升。 疫情没开放之前,我们这里的进港是九十来万,然后出港是六百万。 但是疫情已经开放,再加上这段时间的天气,天气那个转变之后,那我们现在的业务量是出港九百多万,接近千百万了已经。 然后进港的是一百二十万,运力这一块的话每天要接近四百多个车吧。 咱们这边大概有多少像这样的一个运输流企业? 像这种我们有四个库,四个这样的库房,设备全都在此全。 随后,记者来到嘉兴浦院,探访当地的服装行业,发现在疫情防控减码的形势下,服装行业在物流和外贸方面受益脱毒。 放开之后对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好的,因为全国门店都打开了,那么销量自然就上来了。 其实一放开,我们公司的收益直接会上升的,最少有百分之十几到二十的,其实是没问题的。 原来我们直播发货可能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城市发不了货,那现在也没问题了,也都没发出去了。 原来亚洲府卖个一清单,你最初发个七百单,相当于是三百单卖掉了,你发不出去,现在就相当于是没问题的。 放开了,那就是说我们接下来,可能会是两月份,三月份,我们的团队会陆续去出去的,去拜访客人。 会有就是整个欧洲的就是各个品牌,我们会去拜访。 欧洲就是说不单是哪一个国家呢,欧洲整个我们都会去沟通一遍,然后去拜访一下。